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橘色是有点偏珊瑚调的 然后这个紫色 再加一层吧 接下来是这个深棕色 那最后是这个亮片色 这个亮片色不像昨天评测的那个盘 你看它就是有点干干的 质地也不一样 这个有点像他们传统质地的亮片 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没有传统的亮片要好 这个亮片色我是比较用镜的试色 才会出现这种比较偏橘的效果 那其实它擦在眼皮上 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底色的 那我们一起上眼来看一下效果吧 先用这个橘色淡淡地打一下眼窝 接着再把这个深咖啡色化的双眼皮内 然后再沾取这个fake tan 做个最上面边缘的暈染 下眼影呢把这个紫色涂满 再接下来把这个深咖啡色压在下眼影的后三分之一处 还有整个上眼线 为了它颜色比较显色就把刷子喷湿 接下来把这个亮片压在眼球中央 那现在眼妆就基本上完成了 我去补一下眼线跟睫毛 然后最后再压一下眼头 好了那这就是这盘完整的妆效了 那我自己是对这盘挺失望的 我觉得这盘就是非常的寡 这盘的一个质地很干 然后颜色上呢它就不好上色 然后画出来就是这种饱和度很低的 寡寡的颜色 它的这个配色就让我想到了 Huda Beauty Desert Dusk 跟TOM401 Golden Mink的一个低配版 就是这种橘配子就很像 Desert Dusk 当然有很多别的眼影盘也有这种配色 然后它这个闪片跟01号里面那个 有点橘的闪片很像 这个是01里面的闪片 然后试色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闪片还没有01的好看 01的闪片呢就是波光零零的 那这个闪片就是很寡 我自己是很不推荐这盘的 不要跟TOM401别的眼影相比 它就算跟一些小牌子相比 它都比不过 这个实在是太差了 好了那以上就是这期 TOM401 23号眼影盘的 拔草视频 那希望大家喜欢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跟Subscribe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